为什么巨人族明明拥有可以造出超光速飞船的科技文明 但他们的穿着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农耕状态 其实早在45年前 导演就在他的第一部异形电影中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 而这部电影也被誉为科幻恐怖片的开山鼻子 看过电影的人无度被导演天马行空的想象 和异形令人窒息的恐惧所折服 故事发生在2122年 此时距离七约号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维兰德旗下的另一艘太空飞船诺斯托罗莫号 正满载着2000万吨的矿石行驶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将在10个月后回到地球 谁知一条神秘信号的出现 竟直接导致了后续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只不过刚刚苏醒的船员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反而一边用餐一边兴奋地讨论完成任务后的分红问题 然而当船长查看完飞船人工智能的简报后 结果就吃惊地发现 原来他们早就偏离了太阳系 而正是那条每隔12秒就会重复一次的求救信号 导致飞船系统擅自改变了航线 因为根据公司规定 如果飞船在旅行途中收到求救信号 船员们就必须前往营救 否则任务的分红就会彻底泡汤 无奈船员们只好被动接受了任务 于是他们很快就跟随信号来到了目标星星 随后便搭乘小型登陆飞船 朝着这颗直径只有2000公里的小行星飞去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眼看飞船就要平稳着陆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 由于受到气流影响 飞船在着陆时突然出现故障 虽然众人及时消除了一场 但起落架还是损坏了三根 于是维修工留下来抓紧抢修飞船 而船长则带领船员凯恩和兰波特走出飞船调查 很快似曾相识的荧幕便再次出现 只见神秘信号的尽头 一艘造型怪异的外星飞船赫然出现在三人面前 而这正是普罗米修斯中工程师的专属飞船 但此时的船长他们丝毫不清楚巨人族的信息 于是三人便直接进入了飞船内部 一瞬间飞船内的奇异造型不禁让几人叹为观止 然而下一秒更惊人的一幕便突然映入眼帘 只见一张巨大的太空座椅摆放在大厅中央 而座架上的巨人尸体早已化成了一副白骨 船长颤颤巍巍地爬到尸体面前 结果就奇怪地发现 巨人的胸骨竟是向外弯曲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他的体内钻了出来 这时飞船内的二翠终于破解了信号的内容 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求救信号 而是一种危险警告 顿感不妙的他立马想去通知三人 但还是为时已晚 外星飞船内 船员凯恩突然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 仅容易人通过的洞穴 于是他自告奋勇地进入探查 没想到洞穴底部的空间竟然奇大无比 洞里摆满了长相怪异的巨蛋 只见巨蛋表面被一层蓝雾笼罩 轻轻一碰便会扩散开来 其料凯恩一个狡猾直接摔下了栈道 他顺势凑到巨蛋面前 结果就诧异地看到 巨蛋内似乎有什么生物正在缓缓蠕动 接着他伸手一碰 那怪弹竟如同菊花一样突然绽放凯恩 凯恩不禁好奇地上前观察 却不料下一秒那弹内的怪物就窜到了他的脸上 船长和兰波特立马带着昏迷的凯恩回到了飞船 然而当得知凯恩被不明生物附体后 二翠便果断地拒绝打开舱门 因为根据隔离规定 他们必须经过24小时的隔离后才能进入船舱 但船长却认为情况紧急 直接命令二翠打开舱门 谁知就在二人争执不下时 一直保持沉默的科学官艾希 竟主动打开了舱门 将三人放了进来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后续惨剧的发生 不过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将这只怪物从凯恩的脸上取下来